揭露马三家劳教所酷刑黑幕的纪录片 小鬼头上的女人 和揭露2600名被劳教少年死亡真相的大宝小劳教 5月1号在香港和台湾同步首映 两部作品的题材内容 同时尖锐地批判了中国的劳教制度 尤其小鬼头上的女人 是直接触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两片令人心酸的纪录片 小鬼头上的女人 记录了发生在沈阳市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真实故事 片中通过几名亲身经历者 描述在劳教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 他们诉说上访人和法轮功学员 被女警察用小号称形 十字调悬空挂老虎凳等酷刑折磨 甚至被要求躺着数个月不洗澡 而大宝小劳教则记述了1958年期间 四川大宝的小劳教们 劳教生涯的惨痛经历 当年被强迫送往大宝的小劳教 总数在四五千人 小的十岁 大的十七岁 他们当中因为高强度的劳作 饥荒 疾病和虐待致死者 达两千六百多人 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表示 小鬼头上的女人导演杜斌 是一个很有勇气和同情心的媒体人 他说现在这个劳教所的人员呢 有一半是上访人士 一半是法轮功学员 但他们有一个功能就是要改变这些人的纪念 你上访人员呢要放弃你的上访 法轮功学员呢要放弃你的法轮功的信仰 大宝小劳教的导演谢一慧 跟随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 当时在四川日报任职的曾博言 走访了大批亲历者 据曾博言考证 四川沙平劳教所至今的官方历史文件中 只提到成功改造六万五千多人输送社会 却只字不提小劳教们大规模的死亡事件 前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表示 大宝小劳教填补了关于中国劳教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空白 现实中就那么多的民众遭受了这个强迫劳教的痛苦 不仅是在社会上在法律界一直有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 就是中央政府也有这个决定嘛 就是要在今年要做劳教制度改革 那当然我是认为必须废除这个妄恶的劳教制度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 看到这些消息 他感觉中国社会有一些大的变化 因为不仅仅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 他们还积极的想要为同胞们做些什么 证明实性的这个揭露中共的劳教所黑窝 这等于说是把中共的脑底都揭出来了 特别是对于这个劳教所的揭露 直接触碰到了这个中共最敏感的 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 这在几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中共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民众内心 释放出来的这种正义与勇气 打倒共产党这样的话 越来越多的被这个中国民众 勇敢的喊了出来 我真的是感觉看到希望了 新唐人记者长春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